中毒沒有關係 但是有可能中毒一去之後的話就 就致命 歹歹了 對 我們來看這個 印度一家餓死三命圍 致命的原因 居然是咖哩 吃媽媽煮的咖哩 我昨天才吃咖哩 然後今天就主持這個 我還活著我 但是為什麼吃咖哩居然狂吐狂 那最後居然三命圍 問一下那個瑞琳 這怎麼有可能 吃咖哩會吃到兩死三命 不是 你知道嗎 最近就23號之後 這個新聞一出來你知道嗎 我只要說媽媽煮飯了 我兒子說會有毒 媽媽煮的飯都有毒 我嚇死了 沒有 其實這是一個 北部的印度媽媽 她在煮咖哩的時候 他們家有五口人 裡面除了放一般正常的 我們咖哩 牛肉 可是她還放了花椰菜跟馬鈴薯 可是吃完之後半小時 家裡五個人就開始上肚下瀉 肚子痛 肚子腳痛 結果發現那種不對勁 趕快送急診去 結果急診去之後 只剩下就是 接著就是她45歲的爸爸 就因為吃了咖哩走了 然後還有一個 五歲的小孩子也走了 那只剩下另外一個孩子跟媽媽 那大家覺得很奇怪 可是這個不是都大家一起在吃的嗎 為什麼家裡會有兩個人走 三個人還活著 因為那三個人沒有吃花椰菜跟馬鈴薯 所以他們微中毒 他後來在這個花椰菜跟馬鈴薯裡面 有發現到一些殘留的農藥 那現在目前案子還在調查當中 這很吊詭吧 對啊 這農藥有可能自食嗎 柯醫師農藥真的會直接再見 但它有夠半小時耶 要吃完半小時 對啊 我覺得應該是 就是它本身藥物殘留 要看他去買的這個食物的來源 這是最重要的 對 第二個他買回來放多久 搞不好不一定是農藥 當純農藥 他可能有太多因素了 再加上自己 這個病人他本身自己可能抵抗力 或者說他本身身體 有什麼樣的一個疾病 那相對很多因素加在一起 所以就變得很嚴重 但我們從小知道 馬鈴薯長牙 發牙就不能吃了 對不對 會不會是因為他把發牙 馬鈴薯發牙不能吃喔 對啊 牙有毒 真的嗎 牙有毒 不然你問營養師 是 我們不是通常都把它挖 就發牙的地方把它挖掉 那母湯這絕對錯誤 客家人啊 勿行不行 不要勤健之家 打你 你什麼其他地瓜那些發牙 你是可以挖掉之後再煮 但是馬鈴薯是絕對母湯的 因為它裡面會產生 它一發牙之後 它的茄鹼 會比它沒有發牙之後 高 暴增七倍 那這個茄鹼呢 你這樣整顆這樣吃下去 它會造成比如說老人跟小孩 一些呼吸的問題 神經 毒性 嘔吐上吐下下 那其實如果你免疫力差的話 真的是有可能會致死的 那地瓜發牙可不可以 地瓜可以吃 地瓜可以喔 可以 只有馬鈴薯發牙是不能吃的 蘿蔔 可以 可以 這些都可以 大蒜可以 可以 芋頭 都可以 都可以喔 就只有馬鈴薯 不行 只要你看到有一點牙眼 拜託你就 你們歧視馬鈴薯 真的就丟 牙眼毒嗎 好可怕 所以搞不好 這個媽媽族的牙 已經長那麼高了 她還在做料理 可是營養師 妳懷疑這個會是馬鈴薯的貨嗎 我覺得有可能 而且因為這個 我們剛剛說的茄鹼 它高溫加熱的話 它是耐高溫的一個毒素 所以你就算高溫加熱再煮 它一樣毒素都還在 搞不好整鍋都是 可是它劑量會高到會刺死 它可能放很多 已經全部發芽的馬鈴薯 你看一家人 他可能會省錢 放了一堆便宜的馬鈴薯 真的 就像柯醫師剛剛講 不知道放多久 發芽 對 也有可能 這真的很吊嘴 這怎麼會覺得吃到會刺死 其實那劑量應該都很高 也說不定是花椰菜沒有洗 裡面有農藥 還不至於花椰菜 我覺得馬鈴薯的可能性 真的會比較大 你們真的歧視馬鈴薯 你真的會把它挖掉吃 會啊 可是挖掉吃 你想看看自助餐店的老闆 他們會因為發芽 就把它丟掉嗎 你這樣講誰敢吃自助餐 還是不要冒生命的危險 還是可能會有嘔吐上吐下泄 那免疫力好的人 就嘔吐上吐下泄就解決了 但如果我們在擔心小小孩 老人這種免疫力差的 真的有可能因為碰到一些毒素 你就會受不了了 所以一個是馬鈴薯有可能發芽 另外一個就是花椰菜上面 有沒有農藥的問題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美國非營利環保工作組織 EWG他們所做出的一個調查 蔬菜水果裡面這個農藥的殘留 那 我覺得第一名沒有什麼太驚訝的 因為很多人都說草莓 對 比較殘留的比較多農藥 然後洗也不太方便 因為如果你不好洗 它就會容易破掉 可是第二名我很害怕 我們媽媽每天都在煮菠菜 什麼菜給小孩子吃 營養師這個真的不好洗 是 其實這邊在講的都是我們常見的 會用藥的 然後葉菜類 它的面積也比較容易沾染大片的農藥 一些軟嫩像葡萄這些 所以我們建議大家 你當然可以去買政府 我們現在有認證的安心的蔬果 但你買回來之後 你一定要去洗它 用流動的水 我們都用流動的水 你可以連續沖個5到10分鐘 然後在吃之前 你再用真的是開水 煮過的開水 再汆燙一下也可以 像草莓的話 如果你要拿給小朋友吃 真的要用開水再洗過 這樣會比較安全 對 玲姐妳都怎麼洗草莓 我以前很笨你知道嗎 我還用牙刷洗草莓 洗完都已經爛掉了 爛掉了 對 然後後來 譚登子老師就教我說 不是 其實你要把握三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泡 第二個就是沖 第三個是切 第一個你買回來的草莓先泡 因為它的農藥 大部分是水溶性的農藥 所以它用泡的話 它就可以把農藥慢慢帶走 然後再來沖 就是用流動的水 大概沖15分鐘 大家不要覺得水費很貴好嗎 中毒看醫生更貴好嗎 所以你說一定要用流動的水 再讓它沖個10到15分鐘 最後你要吃的時候 那個蒂頭再把它拿掉 你覺得不能很多人 你有發現到很多媽媽 先切完蒂頭拿去洗有沒有 對 那它的農藥 你在沖洗的過程當中 農藥就會慢慢的 滲進果肉裡面去 那都沒有洗啊 你知道很多蛋糕店 會用草莓做裝飾 但因為它有蒂頭 那個蒂頭是綠色的 很漂亮 對 所以為了要裝飾 他們其實蒂頭 全部都把它留著 然後就把它對半切 然後貼在蛋糕上面 這樣子很漂亮 可是那個蒂頭 其實是最毒的 對 因為說你看嘛 我們草莓怎麼生長 是頭在上面 果在下面 那農藥的話 它上去的時候 就會直接在蒂頭上去殘留了 對 好 那第三名的話呢 是羽衣甘藍 因為甘藍菜有很多的農藥嗎 真的 甘藍菜其實就是跟那個 高麗菜是一樣的 對 但我們要說羽衣甘藍 我們在美國都說 它是超級食物 它抗氧化超好 還鼓勵大家生食 去打成蔬果汁對不對 那農藥這麼多的話 你吃整鍋果汁 全部整壺都是農藥 所以請大家一定務必 我們剛剛把握原則 你一定要流動的水沖 把它沖洗乾淨 然後最後就是在吃之前 你用開水再去涮一下 我問一下羽衣甘藍 我們像那個高麗菜 那種包心菜那種 那種包菜 或大白菜 對 通常那個裡面 裡面也要洗好不好 你要洗嗎 整個全部都是 整面下去噴灑的 它裡面也是會油的 可是通常我們在吃的時候 通常是把外面 把它給剝開而已 不湯啦 你真的沒有腸胃的味 我們下次可以去當一日農夫 難怪我嗎 對不對 難怪你會每天很順暢 搞不好是老闆 拉兔子 而且那高麗菜 對 它高麗菜整顆 它在土裡面 什麼在土裡面 心在土裡面 有沒有 那心在土裡面 你即使外面是包 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外面剝個兩三層對不對 最髒的把它剝掉 裡面都不要剝 因為裡面我覺得是乾淨的 大家不要忘了 那顆心是找在土裡面 土裡有農藥 它是靠這些養分上去的啊 葡萄 大家要不要吃皮 問你們 妳吃皮嗎 吃 我不吃 吃葡萄 不堵葡萄皮 因為葡萄皮好酸喔 可是葡萄皮 聽說是最營養的 尤其色香葡萄超甜的 你不吃皮嗎 對啊 色香葡萄 那個綠的我吃 這個顏色的好酸 巨風葡萄也甜啊 巨風很好吃 而且那個皮 你有沒有流動的水洗 你沒有 所以每天那麼順暢 很多媽媽在處理葡萄 要記得一件事情 他們很多葡萄 都是用把它拔下來的 然後洗對不對 然後事實上是要 留一點點蒂頭 用剪的 把它一顆顆剪下來 留一點蒂頭 然後用流動的水去泡去洗 要吃的時候 再把蒂頭拿掉 反正總之 洗這些蔬果前 蒂頭都要保留 對 等到要吃的時候 再把蒂頭拿掉 可是你知道這一個東西 我也是覺得很懷疑的 就是芹菜 芹菜很多人都把它當作 是健康食品在吃 對 直接生吃 對 但是也是洗的步驟很重要 那那個 對人姐 櫻桃這個蒂頭也是一樣嗎 也是一樣 都是一樣 就是說你記得一定要 還是用流動的水 對 然後蒂頭真的不要先把它拿掉 因為媽媽有時候想說 小朋友要吃 然後先幫他把它拔掉 然後比較方便 沒有 你在拔掉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都還沒有清洗 農藥都已經先進去 果肉裡面了 所以吃蔬菜水果的話 其實你很擔心的 就是吃到農藥的問題 對 那我乾脆不要吃 我吃肉就好了 吃肉的大腸癌 大腸癌 意思是這樣嗎 大家印象中就是說 吃肉容易得大腸癌 其實這根據一些醫學報導 就是可能大腸直腸癌 跟我們所謂的紅肉 紅肉裡面 對 紅肉吃到體內 會產生一些所謂的膽酸 那這些量越多的話 當然容易引發 我們腸胃道的一些病變 那所以 不是說這樣就不要吃 說真的 我們都跟病人味教就是說 我們拿捏好比例 譬如說紅肉跟白肉的比例 你可能白肉3 紅肉1 因為紅肉裡面 它其實附有很多鐵質 它還有一些營養成分 那對於病人的一些健康 譬如說它在治療中 或者是治療後 它的體力的恢復 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實肉還是可以吃 對 那蔬果源頭 這是要洗乾淨 對 蔬果 其實只要是新鮮營養的 病人常常問我們說 那我在得大腸直腸癌之後 我應該怎麼樣去注重我的飲食 甚至有些人說 我是不是就吃素就好 我不要吃肉 我說這個都是不對的觀念 其實都是均衡 那你選對了種類 食物的種類 那肉類比例調配好 那你的蔬果也要均衡 那來源要倒對來源 然後要清洗乾淨 我想這個對身體健康 甚至在疾病的治療中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瑞琳姐 我們小時候媽媽都會泡那個鹽水 幫我們洗 這是對的嗎 其實是不對的 為什麼 我也曾經有做 還有用小蘇打粉 對 不行嗎 也是不行耶 真的喔 營養師你搖頭 都是會破壞我們的營養素 維他命吸也都破壞 我們吃這些蔬果 就是要大量的維生素 礦物質跟纖維質嘛 所以你用那些高強鹼的東西去洗 其實都被破壞 很可惜 那請問蘋果切開 泡鹽水可以嗎 我都建議盡量不要 就直接放一點鹽 所以你建議是用清肥洗就好了 就 你就是現切現吃 不要先切好 真的是會這樣比較好 保留完整的營養 買回來就吃 就對了 不要再冰溪 要把它冰起來 一下子 就好